飞狐的龙木被搬掉了 那其实昨天飞狐的比赛 龙木是被两关 对 差点被三关的卡组 而Cybername那边确实 可能觉得自己卡组的构筑上 比较害怕龙木吧 可能龙木打快攻 因为他那个二费二四 那个强比较厉害 所以说怕防快攻 因为龙木防快攻能力是比较强的 是的 而飞狐呢 确实如海大师开始预测的一样 是搬掉了对手的奇迹贼 对 蓝龙奇迹贼 好 看一下现在的 骑手飞狐不太好 直接抽到了帕奇斯 他抽到了帕奇斯的话 那这把的情况就不一样 还好是二费又能接一个图腾魔像 对 但是宇宙树这边骑手很好 骑手有雷诺 然后虽然没有AOE 但是小人可以吃刀 小人可以站住了之后 这个散满解四血怪能力是非常差的 对 那好消息呢 是这个477 如果在四费准时上去的话 可能树是真的不好处理 对 看这边Cybername要不要 硬币上小鬼首领 感觉 应该是硬币上小鬼首领 对 能够把场面上站住 而且对方一张牌不好解 对 那对面会怎么打呢 对面会 看起来如果抽不到东西的话 小鬼两费只能上一个海盗 或者打一张石化了 石化的话有点亏 因为解小鬼首领 要解两次攻击频率 他可能 他直接解掉 就是硬币暗影界 直接解掉这个图腾魔像 他希望小鬼小鬼首领 能够稳定站住 对 他怕对面出一个火神通通 直接把小鬼首领吃掉 好 这边又摸了一个 这个图腾魔像 出来417出不来 对的 只能出一个 别角海盗 我觉得 417对于这个 术士的威力是很大 因为术士把硬币交了之后 它的红西会更慢 而且它应该才要 对面这套术士 是没有带那个 就是那个四肺 那个药水 直接消灭个生物 爆裂药水 对 爆裂药水 是没有带那个的 所以我觉得 肺虎应该出一个海盗 好 因为它昨天的对手 就是那个韩国人 没有四肺出417 让飞虎的宇宙处 跑掉了 掌握的机会就跑掉了 如果这回417出了之后 你看这边 417它所有生物 都干不过这个417 对 基本上还是 主要比较尴尬的是 就是海盗嘛 上去只有一攻 自己手里没武器 所以它最后还是 什么要图腾 这都谈 连海盗都不出 要图腾 相当于出了一个海盗嘛 一攻 对吧 它这么想的 来这边可以下 小鬼首领 或者是下一个 黑虚探犯找一张 死缠啊 或者是一个墙都不错 应该是首领吧 因为探犯被对面 两个直接撞掉 417它清不掉 小鬼首领 起码能撞个1 再造一个1的小鬼 然后手里有个力带 有可能解掉 对 好 直接了 直接417打脸 手牌上来看 确实竖着还不错 对 主要是前面的萨满 由于棋手 是帕奇斯的棋手 并不是海盗拉帕奇斯 所以输出也没打上去 对 这张帕奇斯 抓来就等于少抓张牌 还是牌骨也没有被 很好的压缩 他希望找一张利带 装利带 温活也不错 温活也可以 但是万一气掉了 杰克逊是不是就 这也是一个挺难 因为那个417 你肯定清不掉了 对 那不如赌一手不弃 对吧 因为大概是 四分之一的概率 对吧 先交了利带 再加温活的话 他手里牌 除了雷诺之外 其他牌 其实都特别关键 都可以弃 小软嘛 就是万一 废糊抽到锤子 就比较难受 除了小软雷诺 其他的好像都 没有太大作用 最好是弃掉这个大帝 或者是766嘛 对 应该是拿回火 我觉得 有机会解 还是要解的 虽然看上去 有点亏对吧 很亏 很亏 是一个2.5换移 而且还 还大一张牌 可能扔掉自己的关键张 对 他选择上墙 没有没有没有 这边萨满需要一把武器了 如果没有武器 攻击力力不太够 看一下他怎么打 血巨人 出来了个血巨人 还不错 我觉得可能应该是 出个血巨人 然后可能会出12武器 直接把这个消息给砍了 那那样的话 其实厂弓没有降下去 他可能那时候 已经留给那个什么 材贼了 对 主要是那样的 厂弓他觉得是没有降下去 意义不是特别大 好 这样的话这个 417就是头口无尽 还是能被解掉 对 但好消息是自己的 图头摩像和这个血巨人 还是比较安全的 对 但是像雷诺生产了 然后只要这面 就是雷诺之后接一个766 把厂一清 然后你运功再一清 血线没有压力 那这把宇宙术优势 就非常非常压力 那这个地方要不要抽一口呢 还是要抽的 还是要抽的 对吧 比较的亏 对 还是要抽的 万一抽到一个 比如说一费二二的这个回四 对 或者说是一些像铜虚这种牌 这还能一会儿战场 因为现在这个版本 不需要防那个石化 加上锤子的6费回合 是防7费回合 对 防7费回合 所以6费回合对手的伤害 是有上限的 最高是10点吗也是 这个雷诺就是打落了 萨满前期的 所有的这个进攻步骤 上销软了 那就看飞狐能不能抽到锤子 飞狐这套牌 应该是带两个锤子了 带双锤 对 抽到盖了应该比较高 他不抓牌了 怕死于对面这个 对 他就强行的这个过力 他就怕双龙烟爆裂 但是难度挺高的 双龙烟爆裂 对 看一下 他这边过载了一点 其实打不了双龙烟爆裂 对 最高就是龙烟爆裂加闪电剑 就是8点伤害 这个我觉得应该大漩涡了吧 你已经秒不到对面 你就强行扑一波场 因为打了半天 对面没有叫过AOE 对 先摇一个图腾吧 看看是不是打伤 摇个图腾大漩涡 然后上个比较海盗 然后下手如果来锤子 刚好锤子接这个石化武器 我们扫二 这样的话也能接受 对 也不错 直到图腾还是能帮这个 薛军回个血量的 而且这个地方 你说你是信对方手里 五张牌有雷诺呢 还是就是四张加新抽一张吗 你是信他手里有雷诺呢 还是不信他呢 主要他这个场攻也不是特别高 我觉得把对面场清得比较好 就算对面没有雷诺的话 如果你就是偏全部打脸的话 他架一堵墙 你也是非常难受的 是 他想是这么想 要不要这个薛军撞掉 撞掉这个小卵 然后三四吃掉这个 对 还是那么打 打得危险 他选择这样打 这样打的话 就是留两个两血怪 然后四个两血怪 加上新招牌的一个一 然后让对方的一 无法单解掉我的这个 就比较贪的打法吧 上大地太危险了 因为很有可能 对面两个手牌全是烧牌 对 一个闪眼界 一个容颜暴脸你就走了 对 杰克逊呢 不好的地方就是在于 我16血加杰克逊 其实是挺亏的 对 而且场面没有阻辑 对 场面没有阻辑 所以只要在8费之前 把这个抽到个锤子 我觉得就很稳了 这个76 基本上场场面就没了 很可惜 不是锤子 没有武器 这个背脚海盗真的是好亏 对 这也不是法强 那就上背脚海盗打脸 下回合期待锤子吧 锤子好像也够了 因为场攻 场攻这脚可能 就算交如颜暴脸的话 能打一个12 对 打一个12的话 对面还有18血 然后一个那个76 还有15血 而且还过载两点 锤子的话呢 也只能上锤子 打不出石化武器 因为小转焦了 所以说不用担心 对面还有这个害子 觉得绒颜暴脸还是可以打的 因为毕竟增加了两攻嘛 对吧 这伏还是很明智的 下回如果抽锤的话 是有概率赢的 对 因为锤子还能再增加两攻 是 好 看这边 无面 无面没有用 群体青三 那就没办法 深渊成定 渊绿成定 对 直接打了一个7点血 如果抓到锤子伤害是够的 现在 抓到锤子伤害是够 但是 你能 他不能确定对方没强嘛 对 对吧 他也只能这么打 但是抓了一张不太好 把伤 尽可能出一个两费的 出一个一费的冲锋 比如帕西斯海盗 或者是这个 出一个二一潜行 比较好 也不错 这个看上去能冲锋 能冲锋 但是没有刀 有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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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这把肺虎应该走 锤子也没有用 这主要是宇宙兽打萨满 萨满的这个 它的生物一旦被AOE之后 就是种了一个AOE 种了一个雷诺 血线 生命 手牌全部落后 也没有锤子 对 所以说这把主要是 主要还是没有锤子的果 这个地方 它这么打 我觉得 出大地架那个 约遇成绩者 对 把那个法庭撞掉 我觉得比较稳一点 它肯定是那么 肯定是那么 哇 直接上大罗斯的 它觉得 14血不会被斩上 对 两张牌一定死不了 确实死不了 深渊魔物 关键是 布莱锤子真的赢不了 这把其实主要还是 只有抓到了海盗帕奇斯 这两台实在是 等于给了一个 一费一的冲锋猪 没有任何作用 里外里还亏掉一个抓位 对 这把应该是没什么希望了 五面一个大罗斯 然后提盾双架 提起自财 这个应该是没有任何机会 14点 两张牌直接的这个伤害是不够的 美狐直接投掉了好像 对 这回合确实比较可惜 是 是 是 也没有办法 也没有办法 他这个起手 宇宙树起手抓到了雷诺 又有一张这个前期的一些曲线 然后自己477就揣了一脚 就被这边利带直接换掉了 对的 我们还看到这个国外选手 怎么还在记录什么东西好像 对 他桌前还有一张纸 他算对面三板出过的牌 但是这个我们还是建议裁判 是不是应该确认一下 这个行为是不是不合理呢 因为这个如果记录了别人的牌的话 好像在正常的比赛当中 是不允许的吧 是 在国内的比赛应该是不可以的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国外的比赛 是否有这样的规定 国外有的比赛可能是有 但是不知道这次比赛 是有没有这个 对 这个规定 随着稍微看一下 其实双方的牌表 他非狐出的牌 之前在这个4强中 对方应该是全部看过的 没有一些特别奇怪的牌 是 就是深渊魔物这种牌 深渊魔物 海盗 烈角海盗 基本上都出现过的 对 像这些牌呢 由于整体的体系变化不太大 对 那么可能唯一可能有一些变化 就是带了几个锤子 或者说是带了几个AOE法术这样 对 所以选手可能对于牌库的了解 也是通过实战当中去摸索的 对 因为我们并没有公开这个卡组给对手 他们不知道这些牌表 对 现在因为有的一些比赛的赛制是 就是双方都可以 比如黄金赛的这个职业组 对 是可以到时候看到就所有人的牌表了 那样的话就是更加趋于平稳的卡组 大招的比较少一点 所以趋于对于公平来说 还是要裁判确认一下 对 有没有这个规定 对 好 那接下来下一场可能还需要等待一下 我觉得飞狐第一场上萨满也是上胜率比较高的职业 其实萨满打术实是一个优势对局 因为你前期他的直伤后面 是可以把萨满这些 折半数字直接打死 可以越强的 对对对 只不过这把抓到海啸派伊斯 然后也没有抓到任何一把武器 直伤只有一张熔岩爆裂 对 抓得不是特别好 而这个深渊魔物在宇宙树到后期抓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是的 那这个深渊魔物这条牌最强势期可能是在这个 比如说五费回合打出一张图腾 加一个三费深渊魔物 对对对 这种节奏会比较的好一点 这么说这个SeroName还剩一套萨满跟海龙战 对 都是快攻套 关乎到WCA卢士传说最终花落谁家的这样的一战 对 我觉得 下把黑龙大不了还是上宇宙树 你早晚宇宙树要面对快攻 如果宇宙树如果糊的话 打快攻的话也是很不错的 那对那上宇宙树也好 那萨满的话呢 可能在快攻内战之间 可能就要拼的是棋手了 战场 对但宇宙树呢 其实棋手有雷诺 就感觉胜率应该是超过60%的 对 他前期再多凶能攻 你雷诺之后 他要解你雷诺浪费火力 如果你不解 可能会中AOE 暗雨雷炎 地狱雷炎之类的东西 对 就是这个雷诺又是六血怪 一般都不愿意浪费输出来解 对对 同时又是满血30血 你说你不解 你打什么的打脸的意义又没那么大 对 雷诺其实不是一个加30点 它本身还有六点血 你需要把它处理掉 对 任何这个宇宙树场上的怪 其实都是可以增加自己的血量的 好 两张都是这个海龙战 好 只不过下方SeroNian起手不错 有海盗 主要是有小斧子 打镜像小斧子是最关键的 这边飞狐已经换过牌了 对 飞狐是双这个化学维农 双化学维农有点卡手啊 对 而且没有斧子 这边糊得很厉害 其实好糊啊 应该是一个海盗带出帕吉斯 这肯定是要出的 因为万一你下后招到帕吉斯 你这个就完了 这个地方肯定是上112比较好一点 我觉得 对比较海盗接一个帕吉斯 然后飞狐那边就很难受了 自己点完出的是一个22 对 对 而且确实解不过来 我觉得出于22加一个13你觉得怎么样 只能这么打 因为如果你比让节奏 你三回合你没有事情做 只能期待就是说对手没有小斧子 那就先找个英雄技能 对 火冲是打镜中比较好的一个 对 内战火冲比较好 因为很多海盗就血量比较低一点 射箭不好 因为没有场面射箭是没有用的 那就做牌吧 这个应该要化血运动点一下 对 因为小斧要么砍2 要么砍13 你后手能给我剩一个 对 然后我腰圈也不高 只要把你那个避掉海盗换在就行 下午和 我吃三点伤害我都可以接受 但一定要有场面 因为下午还有化血运动 如果你对方再出别的高血量生物 我还可以点 对 飞虎现在主要2 三伏格という 就是局限已经断了党 黑夺识者是一个反场 但是需要数百费 小斧的砍掉这个莫格顿 然后别人海盗撞掉二 怕海盗直接打脸 那这个地方就这样打吧 没有太多的选择 不可能让你1 3 吃我一个怪的 对 然后你来换我再说 对吧 对 主要是打竞争小斧的 太关键了 这个抓到小斧的 基本上就能控住 起码从三四回合 是可以控得住的 对 那么就要看下方 这个SeroName 能不能抓到龙了 如果没有龙的话 可能节奏还能打 因为下方我只能出一个 莫格顿 对 出那个恩佐斯副关的话 斧就来了 但是飞狐这边 其实也很卡手 下方我只能打花钱没浓 花钱没浓 但是没有目标啊 这个不能直接 就减一个 1-1免费拉出来的怪 最好来一个两费的曲线 比如说阿莱克斯塔萨 那只能抓一张了 他两费我不干事 就把他自己三费 尽量能干一些事情 对 抽到一个阿莱克斯塔萨 勇士还是不错的 也行吧 下方我只能抽帕奇斯了 对 抽帕奇斯可受不了 还是抽帕奇斯 抽帕奇斯 这个就得太那个 对 对 Cournail 这边还可以 因为龙我刚才说了 很灵活 对 但是抓到这个龙 有点尴尬 就是四费的时候 他还需要一张龙牌 对 他那个 暮光守护者应该出不来 四费的时候应该不会出 所以一定要抽到第二张龙 对 而且他的这个恩佐斯副关 也卡在手里面 所以说他卡了两张牌 是的 但是场面来说 废狐是很落后的 好 抽到一张熊抱猿猴 因为是这个 都知道海盗龙战嘛 所以并不会带这个334一般 对 就是还有这个海盗船长 所以他对于海盗的清理上面 没有那个纯海盗战要求高 对 可能他们就是这种海盗战 可能会带一张这个334 但是概率不知道 因为就是卡位嘛 有点塞不进去 因为废狐牌我知道 他是没有334的 对 这边来了一条龙 那这个就是节奏来说 连抽两条龙 对于四费内容的就非常好了 这会是暮光守护者 斧子接帕克纳 直接撞掉熊抱猿猴 然后吓唬出黑腐质者 对 他现在在想 要不要上这个精灵龙 但是我觉得精灵龙的话 吓唬你那个守护者 还是不好上 所以还是先上守护者 把废狐牌先打满 这个1-1冲锋的怪 就是有来卖 对 这没有关系 但是这个436很厉害了 对 那飞狐这个很难受了 这个库卡龙过不了 好 自己也能上一个 还好 反手就是双方交换吧 反手他也能踹他 他也能踹他 都是这个黑腐质 吃掉对面的目光守护者 对 这就能接受 只要这边别再抽个武器 就可以 对 飞狐现在需要抽到后期的怪 因为从这边狂战士 狂战士 狂战士这回合 其实可以 应该不会出吧 他出的话就是火冲 也成长不了太高 对对对 那就下回合吧 他下回合可能是1加2加3 还好对面飞狐有一个库卡龙 可以抽到这个狂战士 对 就是一个黑 就是一个目光守护者 好消息呢 是这个 飞狐的守牌多一些 对 然后且有必蓝龙那种过牌 加法伤的 一会儿有可能这个 坏一位弄弄打2 坏消息呢 是SURNAME这边 还是场面更好一点 先手 这回SURNAME应该是 我觉得应该出三个 比出一个魔王守护者好 因为魔王守护者的攻击力 没有那么高 我觉得 对 我觉得也是1加2加3 会好一点 他这么打 他选了4加2 他这么打就应该是 直接走脸 然后不解你 你来解我 那这个好 那被化学历龙点一下 库卡龙撞掉你的4缸 撞到你的5缸4 对 那个局面可以翻的 脸面上稍微有点疼而已 那这个局面就是 稍微有力了很多 因为这边SURNAME手里的 生物质量已经不好 这个狂战在对面 战场的情况是没有用的 还能出一个帕奇斯冲锋的 对 所以这回合是给了 非狐一个机会 对 非狐真的是也是惨 应该至少是 排库里应该是 4到5把武器吧 对 一个一把也抽不到 那这回合是 赚了以后的结构 然后库卡龙 但是血量亏的有点多 还好 只要是把对面厂攻打完之后 因为这套牌的冲锋怪 没有那么多 是的 SURNAME这边希望自己在 8费回合或7费回合 能抓上一张 头爹或者是 这个 大罗斯吧 对 这个时候他需要质量生物 对 他手里的怪已经质量 已经非常差了 而且从攻击频率来说 对方是有5个 自己只有3个 刨去他火冲可以补掉一个 就是3对4也不占优势吧 狂战士因为对面已经战场了 所以说狂战士没有这么大的威力 库卡龙还要摊 他选择吃一口 他选择吃一口 场面上对方都8攻了 其实是有风险的 因为自己没有蝶护甲了嘛 打掉自己脸上一点血 就真的是一点 实实在在地伤害 那这个地方海德士 你觉得SURNAME这边 应该是选择走脸吗 不走脸 对 肯定是 我冲佳慧能解掉这个4个2 然后拿这个 拿脸点掉 一样 你说这个5-4和3-2吗 走不走脸 还是走脸吧 不解了 5-4走脸 3-2可能 可以吃一手是吧 3-2把那个比较好 因为对面是一个抽牌 其实这个 他要养一个巨大的狂战士 对 库卡龙瘫得有点 着急了我觉得 对 我觉得应该把对面 黑夜虎轻掉 因为一个E3 他也没有任何的威胁 这个局面来说 飞狐 他的怪没有任何冲锋 也没有嘲讽 主要是飞狐没有武器 对方有两把武器 对 这个武器内战太厉害了 而且主要是二回的小斧子 在内战中太关键了 好 那这样的话 飞狐第二局也失利了 恭喜SURNAME 我们现在拿到了他的赛点 跑掉了术士和自己的战士 还剩下SURNAME 还剩下SURNAME SURNAME这个职业 其实胡起来 比这个海龙战还要不讲理 对 那就看最后一把双方的棋手吧 应该是飞狐还有 有理论上的三把三关的机会 对 我觉得还是要用这个海龙战 因为小斧子和艾埃查的勇士 可以吃掉对面这个血居人 对 还是用战士我觉得 先发战士 就是先赢下一局 对自己和双方的心情会有些影响 对 但SURNAME呢 确实稳扎稳打 每个回合处理的细节 我觉得都很完美 对 目前2比0领先 主要是抓得也好 对 我就说 而且SURNAME之前的表现 一贯的也是非常利落 他在半截赛是3比0赢的 8进4的时候是3比1赢的 对 这一场呢 现在又是2比0领先 也就是说他从8强之后 几乎是顺风顺水吧 对 而且抓得也好 他这个战士 打战士的情况下 前期有小斧牙制 后期在没有龙战情况下 招了一张精英龙 自己的这个目光守护者 能够进场 黑夜辐射也顺利能够进场 对 然后飞狐贪乱一点 没有挤掉对面这个目光守护者 导致对面这个狂战士太大 他处理不了的 对 而且主要库卡龙吧 这个 血量上面确实是比较亏的 他假如说是个4-4 他都很好的 可以存活在战场上 他主要是一个三血生物 这个飞狐我觉得 压力稍微有一点大 不过 炉石这个东西 只要是你打得对的话 应该还是没有问题 好 那这一场的话 果然是 这把就很不错 这把很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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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要龙有龙 要生物有生物 要武器有武器 会卖一把斧子 就是这个恩组斯副关的 这个小刀被卖掉了 对 要不然硬币上334也是个选择 应该不上 应该会轻 应该会轻 因为这个小斧子不上 会卡在手里 对 好 直接卖掉 对 这应该不会犹豫 您小斧子这样 对面只有两个费 如果再出一个 这个图童谋相 也是能够清掉 然后自己再出这个 虫毛猿猴 虫毛猿猴 你给硬币留下来 黑衣服者能够快活地 进行操作 对的 这应该是提斧子了 这是什么 跳的话就是 只怕一手 这个大漩窝传送门 跳的话我觉得 对啊 大漩窝的话 就只怕一手 大漩窝传送门 火蛇其实都还好 主要是怕大漩窝 对 我觉得这个小斧子 没有这么关系 因为你三费 你是卡的 你三费你没什么 没什么东西可出 我猜他现在摊 那倒是挺有道理 对 他就是摊 那个武器能多砍两下 对 因为在这种快攻 那一战当中 可能前面多省一点 后面就输出 或者是截场 手段就多一点 他不想这个恩总盒 覆盖那个小刀被浪费了 对 但是下回合 应该怎么也要换吧 因为异攻的输出 确实不太够了 实话 哇 这个 四肢肉内部 非常非常亏 那就不用再换武器 直接就上金龙就可以了 对 上龙就可以 对面空场 我怎么这两天都没有见过 他们的阿莱克斯塔莎的勇士 到底带没带啊 带了带了 排库里有是吧 肯定是每人有两个的 对 为什么 谁都抽不到呢 好奇怪啊 你可以把他 其实把这两面 看成小斧子 跟小斧概率是一样的 抽不到也是很尴尬 对 这张牌前期真的非常厉害 对 477的话是能够解掉的 就是卖点脸 还可以 还可以 肯定是要解的 对 对 最后再 砍一下 好 最后这点 他终于决定 因为下午肯定挂小斧子 这边没有选择啊 对 只能上477 卖7点选 还有20 因为十号武器交了一个 所以说锤子的威力没有那么大 狂战士 暴乱狂 这出狂战士 我懂了 成长一下暴乱狂 对 他要下过黑衣服势者解掉这个 你这个帕奇斯要不要撞 那就别撞了吧 就 你撞了 你暴乱狂也保不住嘛 对 对吧 就是 还是撞了 撞了的话 他就想要黑衣服势去解别的嘛 对 那这边种一个荣原爆裂 对 种荣原爆裂的话 然后417奔脸 就不好 不舒服了呀 还行 下过黑衣服势者的监狱龙 直接跟他换掉 对 但是不好的消息是 对方多替了自己7点血嘛 所以我觉得 像小斧能卖7点血 和这个被人打气效果是一样的 而且你还立一个斧子 然后你这会再上这个 还能保住自己的随从 对 还能自己保住狂战和一个 1-1的海盗 你再上黑衣服势者就不一样了 对 这边换了英雄技能 由于美惑都过载2点 所以这个锤子也迟迟超不起来 对 但是就算超了锤子 他也不敢砍这个5-4吧 卖两下砍我是受不了 对 谁在哪儿 诶 这个 变刀 他就是想保证自己 背脚海盗不要被对方太轻松地吃掉 能出三攻的背脚海盗 但是其实自己有风度锤嘛 他等不了下一回合他觉得 好吧 这边是想得砍掉背脚海盗 然后5-4走脸了 4-3吃掉一个 15血 15血 现在飞虎 只要忍住这个回合 我算一下这个厂攻 厂攻是 算火车是4点 打完还有11 11下回合斩杀不了吧 斩杀不了 差1 但是存在着神抽闪电剑的可能性 所以飞虎下火肯定是要变假的 这个地方 其实对方也很虚吧 对对对 很难死 厂攻是9加32点 对 其实对方不解这个厂的话 自己有可能死 已经叫杀了 对 其实他变刀 其实我觉得 因为深渊魔物是 如果你一旦用了这个猫的决战 深渊魔物基本就废了 对 Soruname这边真的还是要 好好地犹豫一下 我觉得他要打完的话 实话可能交给这个帕奇斯 解掉对面那个黑服侍者 然后再上一个深渊魔物 但这么打的话 基本就没有赢面了 对 因为没有图腾之后 你的火蛇的威力下降太多了 那假如这样 我们上火蛇图腾加深渊魔物 然后就堵 对方伤害不够打索 因为毕竟有个55的墙 然后选择走脸 他选择了直接抄锤子 上锤子走脸 那伤害应该是够了 GG了 但是确实对方冲了一张库卡龙 作为Soruname来说 对 没有第二库卡龙带率是比较低的 对 因为别人冲锋 其中还有一个阿莱克斯塔萨勇士 可以打三 但是不一定有龙 所以他觉得选择了这样打 这场还是 因为龙战 海洋战打三满本来就占优 交负责阿莱克斯塔萨勇士 十分控制对面的这个前击生物 对的 好 这个地方 先是飞狐扳回一场 对 那飞狐还剩下宇宙树还有萨满 其实宇宙树打萨满 只要你有雷诺有AOE有一点强 这个萨满也不是特别好打 对 另外一个是飞狐的什么职业来的 萨满 萨满内战是吧 对 萨满内战 内战的话真的就 我觉得内战可以放到最后 对 先走 拼技术的同时还要批运气 对 先走宇宙树 宇宙树相对来说好打一点 就只要不说有雷诺吧 对 就是洗手有个两个AOE 或者说一个末日加一个地狱烈焰 对 末日地狱烈焰 就基本上就很好打了 只要有一个末日加一个地狱烈焰 或者一个末日加一个 一飞一杠一加美人加四血 也可以 因为它不跟战士一样 萨满的武器只有前期只有那个爪子 对 它不像萨满有小斧子 不像战士有小斧子 前期控制你所有生物 这个地方呢 就是有经验的选手 会慢点开始 就是 平复一下心情 一个是平复 尤其是刚输的一方 或者是说自己有赛点的一方 都需要慢一点 对 就是调整一下 要把这个状态达到最佳 因为对战当中 可犯的错误其实不多 只要正常发挥 选手的实力这么相近的话 我觉得他们输的都不会很憋屈 对 就赢的话就是险胜了 对 对 所以我主要在想 他上伙打的某些天下有没有一些瑕疵 因为对面战士有脚斧子之后 你的所有生物都被我控制 对 试想如果那时候是过那种掏了一张大漩涡 那这边的飞虎就不太好打了 对那一手确实很贪 但是确实赚到了 他毕竟买到了石化武器加上 好 有没有不错 起手非常好 关键有这个按金教主很重要 但是这边有两个C7 这个C7的压力好大好大了 就看飞虎会不会选按金教主的时候 会选择变阳了 那还行吧 很舒服 我觉得就死缠 死缠直接点掉 然后下国出这个黑日摊贩 接一个最好找一个那个就是 小强 不用想想 就是有一个叫做移废的 就是你下国就死了 那个 你叫什么 那个 腐蚀术 对对对 腐蚀术 要求有点高 我觉得腐蚀术是最完美的 对 对 不要奔永弓 有雷诺是千万不要奔永弓 因为你很多时候奔永弓 你等于晚出一会儿你就死了 晚出雷诺啊 关键是 千万不要奔永弓 这边C7那种其实起手很卡 他出了第一个C7之后 就很很好 第二个药处已经遥遥无期了 对 嘲讽 小强由于不能咬法伤 所以低恋也来了 还可以 其实还不错 诶 沈泽跳远金叫 叫卡扎库斯 对 卡扎库斯你要找一个什么样的生物 找一个移废的吧 看不到吗 应该是我们OB画面卡在这块了 几费了 他应该选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个功能 这个五费的牌是什么功能 这个得单独的切到他的视角 鼠标放上去看一下 扫 扫四 变形 召唤一个555 对 随机变形一个随从 变为11的羊对吧 对 然后召唤一个55个魔还不错 法强 这个图腾不好 一个地狱烈案之后 这边场弓就没了 然后C7你不太好解 C7刚好被变形解 被变形解 还是挺不错的 第一练轻掉 那我觉得还可以 那这个优势就 就还可以了 需要 看这个锤子一会儿的发挥 需要一个薛之人配合C 这个 哇 这个变不重和变重差好多啊 对啊 这个 上线下线好 好 那也得用啊 自信 哎呀 出个55 那这把 这个人反正可能就是一个胜 胜负点了 对 场攻很高 这4C7变 双4C7变 双4C7直接拍脸了 那这个雷诺之后的后面这两4C7 还是处理不掉 确实不太能 不太好解啊 b 双4c7变 混脸了 全部混脸 找刀要不要开 别开了 他手里有锤子吗 有锤子 相当过过载二 刚好出锤子 就是说你必须有雷诺 那只能出雷诺 夹墙可不可以 没命到 加强肯定不太现实吧 两堵强 一堵是五五 一堵是五四 一堵是三五 是吧 对 但是自己能回到一个健康的血量 但夏侯和主要是七费没什么梦想 对 我觉得还是要出雷诺 但出雷诺和产攻有14点之高 等于没出 说实话等于没出 14点之高 那夏侯和雷诺加五五 起码能换掉一个七七 你是想买还是要卖 这张牌是 有梦想找 Dam czy 找我叫骁也可以 对 看样子是没有 要有的话肯定描选了 这个什么东西 灵魂混火 不好 丢吧 这先把蛆加起来 对 先把蛆加起来 然后撞掉这个什么 把他吓烧过去 然后就过了 应该是过了 所以还能不能过墙 好像是差一点吧 9加3 差1好像是 如果没算错应该是差1 这个地方可以上火蛇 给两个变成九弓 对 然后一个 那个5四B是拿477过的 然后另外一个闪现剑 或者说话我就打那种差1 对 差1但是两个CG还都活着 我希望它这么过 它不会这样抢的 它不会 应该不会 对 年轻的选手可能会冲动 把对方打成1 稳一点就上锤子 对 上锤子砍掉一个撞掉一个 然后踢脸再打一下脸 对方剩 这个魂火其实很精髓 像雷诺以后拿魂火一捕刀 对 就是机会就在于这个魂火了 对 如果当时没有一张1费单解牌的话 其实哪怕它觉得 因为它负一两费 哪怕拿个腐蚀数 这个都是有意义的 对 对对对 因为雷诺没出 你把魂火车 万一把雷诺整个就没血了 图腾 图腾打4闪电剑没有 好 火蛇打了 火蛇打脸一个9 还有4 好还行啊 我觉得也许能翻回来 看一下 魂火砸这个 先出雷诺是肯定的 对 魂火砸这个火蛇 火蛇打了 然后这个23 23撞72 对23撞72 然后你占个77 占8弓 下回合这个8加上10 还剃了个加血 好伤啊 其实我觉得墙比加血要重量的多现在 是 但是墙 打18点 也有点疼 这个地方 把伤 下回合 下回合是石化加上融元爆裂 需要一个立带吧 塔斯金狗 我觉得是末日接阿克斯之盾 就把墙架起来 你全部都伤害 必须全部过墙 那么末日架不架呢 肯定要架 也架 肯定要架 末日肯定是要死的 因为他解掉你这个雷诺之后 他剩下拳打脸 你末日清场也无所谓 也意义不太大 产空是够的 手里伤害是够的 那就一共是7加8是15血的墙 15血的墙 15血的墙 手里伤害也溢出了很多 抓了一张 铜虚 铜虚没用 那只能架末日 必须末日架队 那这个地方要解法伤吗 对 要解法伤我觉得 那就把法伤吃掉 对 不要怕浪费了输出 因为现在活着更重要一些 要不是上塔的金狗不太行 16血 反映反映不太行 对 那反映不太行 15点算一下产空 10 18 刚好我算一下 能把这些伤害吸收掉 已经很开心了 他下午如果能神抽一张 女巨虚弓的话 还有得玩 但也挺难的 对 这15点伤害是有点足啊 解掉这个 然后不管了那个雷诺 但是他就留着了 但这样其实 但是给了术士机会 对 找一张暗影烈焰 对 暗影烈焰 然后上一个塔斯金狗 有可能把这个墙直接 来个无面也行啊 无面也可以 对 来个无面的话也是个武器的墙 就是给术士机会 他没有硬解 然后他还是硬解了 他解了 对 这样的话其实还是最稳的 我也推荐这样打 对 肯定是要把墙过 有场弓 还有墙 对 对啊 你还能挑一下脸 肺虎蟹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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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东西 火车王吗 火车王冲掉 火车王 你给这边两个22对不对 如果超个火车的话 你这个塔斯金狗 不够看的呀 对 火车王 这样的话 力大留着烧 他是这样想的 海盗 好像是5加810他死了 刚好打死 对 海盗正好 对 没办法 他有这个 超一个塔吉斯来的 对 刚好加死 好 那这样的话 恭喜斯文内姆 是最终 3比1 3比1战胜了冰蓝肺蟹 夺得了WCA鲁石传说项目 2016年的总决赛的冠军 恭喜他 恭喜他